来自南方都市报不报? 根据奥林匹克运动总章程奥林匹克宪章 下奥会应在奥运周期的第一年举行 也就是说东京奥运会原则上只能在2020年举办 但是由于疫情原因 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宣布 东京奥运会将推迟至明年7月23号开幕 对于这一决定是否违背奥林匹克宪章 奥运会补执行主任克里斯托弗杜比说 推迟奥运会并不违背宪章 我们做出的决定是为了确保国际奥委会的首要任务 举办奥运会的庆祝活动得到充分尊重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并没有违背或者更改宪章 据悉曾有建议将奥运男足参赛失灵段 从U23改为U24 以帮助今年在预选赛付出努力的一些选手 明年即便超零还能参赛 对此国际奥委会相关负责人回应说 正在与包括国际足联在内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 沟通如何具体修改进级规则